梅花朵朵開 白花開滿枝頭跟整片山坡 高雄六龜的白梅盛開 越冷越開花 一片白茫茫緊緻美麗又浪漫 除了上梅還有溫泉公園 遊客一潑潑因為有手湯跟足湯 大家搶著泡手腳暖身 不過所有人都有這個疑問 二十幾度啦 二十七 二十八度 不太會熱 泡起來覺得不太像溫泉 這不是溫泉 應該算是冷泉 溫泉怎麼泡起來是涼的 這手湯雖然不用錢免費泡 但足湯卻要花費五十塊 抬頭看看溫度計 足湯的溫度三十三點六度 高雄市環保局聽聞此事 也曾到場涼過水溫 說溫泉水口有五十度 但不知為何流到足湯 只有三十三點六度 手湯不到三十度通通低於體溫 之前也曾發生過 礦物質結晶 影響管線飲水 又或是天氣真的太冷了 溫度可能今天沒有那麼高 可能太冷了 快進來泡這個 有比較多湯 有高雄市觀光局設置的手湯足湯 去年底免費開放 吸引超多遊客 一月開始收費 不過溫泉水變成涼的 目前相關單位還在進一步了解 接下來我是A子雲小組高雄報導